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往锅里倒一点油,然后... 130度,这个包装上说的是小火加热,现在用的是三个,也就是130度的油,等它稍一会儿再放下去煎。 现在已经煎了,大概有三分钟了,来翻个面吧,翻个面煎另外一面,这一面已经煎成了金黄色,看着色都非常漂亮,等另一面再煎好了,再小火焖30秒,就熟了就可以吃了,感觉是跟那个手炸饼有一点像。 但是我在那个外面小飞车上面吃的那种印度飞饼,它是用很薄的面皮给扯出来的,就非常薄,这个好像有点不同,更类似于手炸饼。 但是闻着还挺香的,等会儿试试看,可以卷一个鸡蛋和火腿来吃。 我们再来煎个鸡蛋,煎个蛋,油有点少了,但是... 不小心把这个蛋给打散了,这就有点不好看了。 本来讲煎成溏心的,看来只能吃普通的煎蛋了。 蛋被我一不小心给毁掉了。 现在鸡蛋已经煎好了,煎蛋放在了那个葱油飞饼上面。 然后我还弄了一个蓝莓酱,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蓝莓酱。 是我从沃尔玛直接买回来的,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 以前都是配吐司吃感,配吐司感觉还不错。 放一点在这个上面。 火酱蓝色的,有一个眉毛。 弄成一张人脸,嘿嘿。 那再来试试这个... 醋飞饼的味道究竟怎么样啊。 先把这个鸡蛋给撒开,撒开。 好了,加起一块飞饼。 有一点点,能夹这个有点。 非常的脆啊。 我可能感觉我火候可能没控制好,有一点点糊了。 但是它里面,你可以看到,这个饼的里面都是有葱丝的。 确实那个葱香味的确很浓郁。 但是和我在,在那个... 在外面吃到的那个葱,飞饼比起来的话, 感觉还有一点差距啊。 可能是我厨艺的问题。 但是总体来说还算不错吧。 而且又很简单。 像我什么都厨艺,什么都不懂, 还是可以煎出来,勉强也可以吃。 味道还不错,对吧。 今天就到这里吧,大家拜拜。 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